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中国即将解除入境防疫限制措施 并有序的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尽管这有助于提振各国的旅游业 但是还有不少人对此担心 为了严防新冠病毒扩散 卫生部部长扎利哈说 政府将和机场等相关单位紧密合作 对所有入境者采取更严谨的防疫措施 如果入境者出现了症状 卫生部将会安排送院就医 或者劝告隔离 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让中国游客入境我国 这几天可说是争议不断 各有各说 卫生部部长扎利哈向国人派定新丸 表示政府一定会和各相关单位合作 加强边境管控措施 例如确保每一位入境者 如果出现症状 需要送院就医的就会做出安排 倘若有必要接受隔离的 也会劝请他们隔离 卫生部现在重与内中部 与移民局等单位 检视游客入境程序 是否有改善之处 同时也会在下个星期二 召开媒体汇报会 厘清大家的疑惑 当被问到是否会效仿 沙巴政府从本月八号开始 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游客 在入境沙巴前必须完成全面新冠疫苗接种 以及出事出发前48小时的新冠肺炎 阴性检查结果时 扎利哈只表示更多细节 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汇报会上向大家说明 扎利哈今天在卫生部发表 2023年新年限辞时也指出 为了解决政府医院病患拥挤 以及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 卫生部建议州卫生局重新检视 各自管辖的卫生诊所 也可延长运作时间 他说根据2019年国家总机潮报告 医院急诊室出现相当拥挤的问题 让有些病患甚至等待超过六个小时 不过当中的原因 也包括有70%的病患 是属于非紧急病例 照理来说 急诊室应该只接受情况紧急的病患 其他病人可被安排到普通门诊治疗 另一方面 为了解决医院人手短缺 以及医生合约的问题 卫生部即日起开放4914个永久职位 当中包括4263名医生 335名牙医和316名药剂师 这项申请将于本月21号截止 符合资格者可以尽快浏览 公共服务委员会官网提交申请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